一突破就去第二关 那这次去到这个位置了 咦,那怎么办呢? 你又赚了,但是这次就是饮痕了 原先你买完之后,只赢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你要记得,将它推高到这里,就变成只赚 明白吗?这个就叫做放止妖了 欢迎大家来到街头照 今天会和大家讲,如何赚钱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买股票底下 那你也有赢有输 今天买了股票之后,升上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手忙脚乱 那我们跟大家讲,大概有两个方法 如何去指赚,或者推高指赚 如果没有了这些技巧,很容易就会赢一粒糖 下一句你就知道了 所以大家未开之前,记得看上次 我们《加油智慧》第一集出的交易策略 反应非常热烈 大家记得看P&L Ratio 先看这集 是吧? 我们开始之前,如果第一次加入我们 希望可以加入我们大家庭 我们YouTube、Facebook和Instagram 都会发布不同的东西 希望大家可以追踪他们 以及可以下载我们我要做库库的APP 如果大家已经是 ready 去紧贴这个市场 去分析一些新的内容 记得去订阅我们新开的库库电视频 里面将会有很多的直播 和大家贴试一些去实践 那我们首先拿回上次的例子 是吧? 2669 中海发展 上次讲到的逐集 去到通道边 今次是5.79 看看它上不上去 一爆上去 那你就要买东西了 上次也提过两个情况 譬如有很多朋友在留言 留言 如何计算目标价 什么叫突破 那今天跟大家recap多一点 但是有机会 整套的交易策略 跟大家说如何计算目标 暂时来说 你画了这个通道 就把它mark up double上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你最新目标 楼上的通道顶 记住 上升通道是对你买股票 或者long的是有利多一点的 新突破就是阳足一半 暂时这样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天 就是你要买的 就是2020年2月13日 在收市价 譬如5.95买 那你计算到Provenance Loss Ratio 那就是在今天买 回报彈在这里 接着跌穿这个指示 那你看到绿色多于红色 大概的Ratio就是1.5 1元赚5元 所以都挺不错的 那这个价格一直买了之后 就去反复上去 也不反复的 直线上去 目标 那接着你看到 其实很快的时间 3月11日 已经到了通道目标了 刚才你说的 整个通道阔度 差不多都有这个20% 如果你通道爆开了才买 都会有16% 那你底通道赚16 面通道都可能赚16 那就是16% 当然了 当你很厉害 走了 那之后呢 那个价格就一直下去了 当你只赚了之后 最开心见到的情况 就是你赚完股票 立即急跌了 你一失去了7.07 插到最低 差不多是5元 接着又再反弹了 那这次你又再买了 上回上次续集 通道底再买 那你的Provenance Ratio 你可以先去这一关 一突破 就去第二关 那这次去到这个位了 咦 那怎么算呢 你又赚了 但是今次就是饮恨了 因为今次经过少少调整 三天而已 就突破 然后再上多一条通道了 那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说 用2669为例 那有没有一个好的策略呢 其实去做完两边两家查例都吃完呢 就是这个策略我可以赚尽了 然后它跌 第二策略呢 我可以不懂赚 它就升 第一个方法就是推高止赚 主要来说就是 你一定要给一点点的成本 买它的底牌 例如什么先呢 第一个就是去到3月11日 到了目标的时候 那欠一先 就是到目标 那你就会想一下 会不会给它一些范围 波动一下 震一阵 可能震一阵再突破 那你就忍恨了 基本上它升幅就没有你份了 你早走了 所以你大概就要看 用竹身底 这个就不幸 因为它的竹身很长 所以你买的底牌 差不多要用了四毫指 四毫指 那看你制不制 如果不制有另一个策略的 但如果你制 原先你指赚的位置 记得了 原先你买完之后 指赚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你要记得 将它推高到这里 就变成指赚 明白 这个就叫做放止要 它接近的股价 只要在这里发客发客 你都不take profit 但是当它一跌穿 你设定了程式本买 当它一跌穿 你必定都至少去赚 这么多百分比 11.82 那你心想了 为什么16%不赚 要占11.82 这是策略 因为你如果想赚少5% 不是白洩的 如果它中间是波动 并不跌穿你所抬高最新技术位置 它一爆上去 你就想贪多另外的 完整的20%通道 那你就会有这个位置 这次你不用追 你可以吃光整个通道 15.36% 你就想贪这件事 所以不是明知赚少一点 你明知赚少一点 你们的16%走 好了 但是你说 如果跌穿的话 跌穿你真的只是11 不过你换来另一个结局 就是当股价可以继续去上升 如果你用这个策略 去回3月26日 接着剧情 在股价下来5元的时候 当你这支想买了 其实这支我考考你 是否应该买 3月19日不应该买 对吧 因为它支下已经太长了 通道已经收复了80% 你的绿色是只有这里 红色在下面 对不对 那个P&L Ratio 是对你非常不利的 1元换3毫 问题就是 所以你一定要去温股资深 去回上一集 那你就去到这里才买了 阳烛这支才买 那你的绿色和红色又变化了 对不对 好了 所以当你在这里买 那你的止蝕位置 当然放在通道下面 这个位置 这就是第一次high的目标 你可以用回刚才策略 将这个新的黑色线 止蝕位推高 来到这里 变止盏 接着 任何时间的收市价 跌穿它 不是一定要沽 alert你自己是否要沽 或者趋势可能就这样完了 不再上升 那结果呢 它就继续徘徊 一支 两支 三支上回来了 其实三支是一个magic number 来的 有机会上课再和大家说 一二三三支阳烛在这里 立刻用裂口大阳烛升穿 这件事是有了市场共识上来的 如果裂口大阳烛 那这支阳烛也都一半在上面 正正式式可以将这个止盏位 推第二次 去到由这个的 六个八毫七代代平安 来到七个二毫四的位置 接下来的日子跌穿最上面的通道 成功墮入新的回复 这个位置 有11%左右 推到这裏 17.6 并且第三次推高就是 当它突破这个通道 有第三重层层贴 它的新的目标 其实是在这裏的 即是potentially 你可以有33%去赚的了 这就可以叫做两全其美方法 但是如果每次一到目标都跌 十次十次都这样 这一招你就赚少了 但不是虚钱 是用来赚少了 换取更加狼死的盈利 那你说 我真的很怕我每次买都是每次输的 另一个策略是最简单的 凡亲hite到 碰到你的目标价 你就走人 譬如 时光倒流去这两个止盏位置 这两个止盏位置 你可以取取另一个策略 看你哪个适合你 第一 就是hite到就走 这是我采取在用五分钟图 炒了什么FOMC会议 我才会用的 如果你看日线图 我会tent to用第一个的 但如果你是真的trade日线图 都可能觉得是非常之心血小的 你用这招 总之心血小 你一到就赚了 成功完全捕捉了十六点几% 这个盈利 但是这个不要紧 你一到了赚 你到了赚了袋 如果最后是fake 都弹上去 你这只竹 再追回 等于有第三个交易 没问题 因为短炒 你心态不能够负荷 或者资金不能够 是这样做的策略 不同的话 其实很简单 短炒到目标就走 升穿再玩过 没有人说你长头草 没有人说你不对 总之你逐单去做 另外一个股票就是NVIDIA 譬如我们时光倒流 去到19年的10月3号 为什么不支持这些点买呢 因为这些点是用来其中证明通道之一 它不是用来买东西的 它是用来证明通道对不对 你下一次再怎么才能买的 没办法 这个就是你当你今天想买东西 好了 又是了 绿色去到这个位置 红色去到跌穿线 跌穿这个位置 这些线都有技巧 下一集再跟大家讲 最重要是懂书 好了 书都要是调教的 这个Profinance Loss Ratio 就是1比2.74 买不可以 OK了 这单刁 接着你买进了之后 接着你就去上 上上上上 一路 好了 到这里了 19年的12月19日 去到这个位置 如果刚才采取第二个策略的话 你就只赚了 但是有什么不同 你不是赚刚才那么少 你原先有机会是赚到 10%的幅度 现在在这里 就算一开到就只赚了 你赚到13.6% 为什么 这3%是这个上升通道送给你的 所以刚才开始讲过 如果你买股票或者Long资产 上升通道对你有利 因为它的指赚会不断自己推高 passive被动的方法 但是你只赚的位置会不断缩少 因为当时你就算一下下来 你忘记走 你也不会亏了 因为当时的目标价 你的指赚位置能够来到这里 第三招就是passively 帮你推高指赚的时候 第一要懂得推高 你的指赚由你买进的位置 就是这里 看到吗 推到这里 多了3% 你指赚的位置 由这里 推到这里 这里 对不对 今天跟大家讲赢一颗股票的方便 但是 输人不要输家床 输的方面 就下次跟大家讲多一点 那你一次推高了 好了 接着呢 它下来 你可以赚它 但是不然你可以下来也不用怕 对不对 一路再反复呢 是拼着这条线再上去的 看到吗 反复拼着拼着拼着 拼着拼着 拼着拼着 这样上去的 好了 来到这个位置了 1月27日 有急跌 银竹 理论上这支银竹要走的 这是一个银竹形态 但是你没有走 只用回这个普通通道 不要紧 很简单 这个银竹下来呢 其实你只不过去到你原先一开始推高的指站 并不是止蚀的了 所以 你最新的第二次指站 应该是这个位置 跟着呢 你下面呢 已经不是止蚀了 是再推高下面的位置 包叉着 在这个位置了 看到吗 好了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第三次了 有是由底穿去顶 这支银竹 可能可以开始考虑 它目标有没有机会 是上到一个通道了 行不行 那我们重新再按过了 当日你赚了好些钱 因为呢 你试着成本价 回复一下第一次目标价 10%左右 第二次开到推高它 就14% 第三次就是这里 19% 接着就20% 任何一个位置 你都可以一直推高 为什么呢 譬如这支 你推高 推到这个位置 又再推到差不多26% 但是 你最新的离场位呢 应该是什么 捉身 当然是捉身 这个位置 如果将来几天 它不跌穿252元 那我就继续放纸要 如果跌穿 我一定一定 赚足20.5% 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现实 因为你及早买 以及你推高质资 然后你就有条件 和有这个福利 去等着它会放纸要 那结果呢 它就放纸要 再上去 然后呢 到了第二个通道目标 你成功呢 可以将这个线 推到这个位置 接着呢 它最后是跌穿了的 如果你设定任何程式本 或者开市 就算这个位置呢 你都是介乎 赚到通道的顶部 40%左右 或者这支粥酒 这个酒 30.16% 看看 所以呢 看看你买的公司 股票 是否稀疏成交 如果稀疏呢 这些烈口会发生的 那上落波幅也很厉害 所以要照顾你交易量 够不够深度 利益够不够 如果有另一个方法 一开市场就走 其实这几个位置都可以走的 你介乎赚10-15%左右 但是这支羊竹 都可以追回 那你也是一个策略来的 总结 今天有三个策略 用了2669和NVIDIA 和大家做例子 第一就是推高质赚 其中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目标价的那支粥的粥身底 或者令一些技术分析 推高上来 然后给一个空间 它放置妖 如果真的上升的时候 你就没有沽 第二个方法 你可能选择一些东西 你都觉得到目标 立刻急跌 或者可能炒五分钟图 不能够跟它斗长命 所以你就可以考虑 一到目标立刻走 一破一下就当它第二单交易再买 第三个就不是二选一了 你可以加入第三个 就是本身你买股票 做投机的话 你就要选上升通道 上升趋势线 上升的形态 对你无论是止蚀和止赚 都不断被动推高 自己会推高止赚 但是你要记住这个数 因为它通道会改 但是改向上 profit 越来越宽 loss 越来越窄 直至有一天是没有了 loss 好像NVIDIA 例子 如果你选上升通道 由这个12月3日 你成本价是208元 原先那一天跌穿通道的话 其实你就会输钱 但是推到大概12月19日 即是两三个星期 你那个通道底已经升到209元 即你怎样都不会输钱 就算它不到目标 所以这个是关于止蚀 或者调高止蚀 我们下一集会和大家再谈一下 如果大家有任何图表想分享 记住Trading View 在这个相机可以与留言 大家与社会一起研究一下 投资不是大一个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 拜拜 记住跟回自己地区报名 阿叶的期权班 近来极受欢迎 恒生指导第三季必做的期权策略 要用这个题目做一个免费的分享会 6月2日见大家 升级版再升级 我们的升级版2.0 如果想天天都见到我们 天天都见到每一天分析 几个环节 和大家一日之内 去讲完全部你要留意的 新闻数据 我们研究部 也都每一天篩算了 你需要知的分析 最后我们也会给个感囊 和策略大家 每一天应对大事的冲击 和机会 如果想每一天见到我们的话 一套器费价钱 提足一个月 3点钟 和9点钟的升级版 在下面连结 就可以申请到 加入我们 喂 大家好 我们团队正式需要你帮忙 我们需要请一个 Graphic Designer 如果你有热诚去设计 也有创意 也有细心的你 完全无人欢迎 请Send你的CV DOOLKR Code 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崗位 就是Operation Executive 就会支援整个 Operation的部门 和Justine 你将会负责 所有的学会内部的资料 和数据 如何去营运 储存 遇到日常的Operation 的问题 所有学生都看你头 2020年市场比较波动 我们继续有不同的 免费分享会 给大家学习 近期我们的分享会 都比较爆 有兴趣的 快点在下面连结报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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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